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波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麥敬生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 邱吉爾 世紀之教 身為政治家 當然要和群眾接觸 更要讓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演講是一個重要的途徑 政治家的內涵、羞恥、領袖魅力 可以在幾分鐘內表露無遺 邱吉爾的演說一向獲人傳眾 早在1901年春天 她身為新任夏議院議員 她發表了《我的早年生活》的演說 當中她借用英國對付南非的方法 表達她軟硬兼絲的立場 充分表現出這位年輕政治家厲害之處 當中她提到 不單止對南非應當如此 我認為我們應該征服外爾蘭人 並隨後讓他們自治 我們應該將德國人窩到貧死邊緣 再為他們提供糧食 並在平息大罷工後 應該切法解決礦工面對的困難 我們經常遇到困難 因為很少有人採納這種意見 我有一次被邀請為法國紀念碑寫一篇悲文 我寫了這幾句話 在戰爭時要堅決 在失敗時反抗 在勝利時慷慨 在和平時仁慈 結果這篇悲文沒有被採用 錯誤在於我們 不少人往往只善於用右手或左手工作 而不善於兩者交替 既善於用右手 亦都善於用左手 因此那些善於打勝仗的人 是不會處理和平 而那些善於以和的人 又打不到勝仗 如果說我兩者都會 這樣大概爭論就會更大 之後幾十年 他的政治手段亦都經常是這樣 古今風雲人物 尤吉爾 曾祥賢 我們早兩星期一直在說尤吉爾 事實上這真的是風雲人物 尤其是近幾年 香港人對於英治時期有很多想像 先說到邱吉爾 說他的風雲人物 一方面他橫跨很多領域 既政治又軍事 文學又出色 也是一樣 另一個是他的時代 跨的時代亦都很大 就是一次大戰兩次大戰 以及中間所經歷的種種事情 如果我們對歷史有興趣的話 甚至乎會說 地理大發現掀起的整個殖民浪潮 那個轉變和終結期 其實邱吉爾都是新的其中 我想如果從歷史講 那個時代更關鍵 對於現代世界的承認 前兩次我們都集中說他的軍事 尤其是早年軍事的經歷 所以有時想起這個伴子 以往想起二次世界大戰時 翻雲覆雨時 你會想這個人怎麼那麼厲害 為何在軍事上都好像很關他事 事實上真的很關他事 他早年的經歷 我們早兩次講的那些在蘇丹、南非等等 正正是他早年的最主要經歷 歸納起簡單的兩點 一來就是他實際經歷過戰場的東西 他知道戰爭的事不是開玩笑 以及要做好準備 第二個最大的給他的得著 可能就是他對整個大局的視野 他對整個殖民地世界 都去過或經歷過那些事情 他之後面對一些世界大戰時 他對佈局的掌握是有不同的 有時就是時代和你所住的環境 他當時處於英國的世界 真是大到不得了 真是日不落國的時代 變成了整個帝國 在任何世界的大州或重要地域裡 都有他的影響力和參與 他作為一個早年入伍的軍人 亦得到這個機會 可以去到印度、去到非洲等等的地方 變成了他的經歷 除了在戰場以外 甚至乎文化視野上 亦是少人可以比擬 我們說由日不落國 英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強權 即是Super Power 去到演變一次而戰後 英國可以慢慢衰落 其實普遍很多人都會覺得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關鍵了 但其實在世界大戰前的十年八年 其實日不落國的 英國當時的狀況已經非常不妥當 其實你看到我們上兩集說 或今天講到的種種的叛亂 無論是英國殖民地的內亂 或者是愛爾蘭的很多問題 內部的罷工 種種的工潮 你都見到英國當時處於內憂外患的局面 不單止內憂外患 以及當時整個英國的人民覺得 和平、開放、自由 很積極向上的氣氛 也慢慢有些扭轉 正正也是這樣的環境 在戰場上吸納了硬的一面 但對內內政是另一回事 你不可以事事都硬 因為政治很簡單 我們要均衡各種利益 我們要在不同的聲音之中 組成一個最多人認受的政策或措施 這樣贏面就會高一點 所以我們之前說 大概在1900年之前 他主要經歷就是軍人 可能培養在硬那邊 但之後他回到內政 而且他的出身 甚至乎是很快便去到直選出身的人 又走過不同的黨派 這種經歷又變成了他後來的施政 內政有些藝術的一面 兩樣加起來 就變成了我們認識的 比較立體的邱吉爾 這方面的邱吉爾 聽眾認識的比較少 其實他是一個多次參加選舉的人 雖然他是首相 大家知道首相內閣有很多部分 有所謂的間選或推舉的部分 但他同一時間 長時間在下議院裡面 是一個民選議員 他最早期的一些軍事行動 或者當兵 或者記者職類的名望 他很快 如果是投注的說法 就把這些名望投注到議會選舉 亦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他相當年輕 26歲的時候 已經成功當選下議院的議員 你想想26歲 現在 某些人都未畢業 他已經成功成為議員 以及已經有些 人家三、四十年才有的戰功 所以是很好的起步 這些就是我們俗稱政治資本 因為你真的經歷過這麼多 你是公職大與小也好 事實上是有的 即是我們去選舉的時候 第一件事 除了說你個人的魅力、政見等等 就業職事工 最直接那件事 你行與不行 別人一看就知道 他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 固然對於他倆一定有絕大好處 所以他最初的時候 就是由保守黨的途徑出來 很快就站穩腳跟 現在看英國 我們經常聽新聞說 工黨和保守黨 兩黨就叫政黨輪替 有時誰一邊贏 另一邊贏 英國政局都受到兩黨左右 但在休吉義時段 有些不同 當時都是保守黨 但與保守黨激力爭俗 其實是當時的自由黨 當時的自由黨 當時的自由黨 當時已經慢慢有 慢慢興起都很急速 但仍未能干預到 由保守黨和自由黨 兩黨去爭俗的局面 如果我們回頭看 所謂的保守黨 之前在十九世紀 最初叫做托利派 保守的意思是 他們最早的成員 都是土地階層 地主階級 或舊式的鄉新 而自由黨 就是威革派 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力量 自由黨今天還存在 但影響力當然大不如前 但當1906年 自由黨是非常強大的 為何優吉爾要脫離保守黨 要走到自由黨 你想想想 第一次他脫黨的原因 就是當時的自由黨強大 1906至1916這十年 其實都是自由黨 佔得大選中的大多數 以及手上都有自由黨的人出任 所以在一戰前的時代 其實就是自由黨統治英國的時代 優吉爾是當時的自由黨成員 古今風雲人物 麥敬生 曾卓妍主持 他大概是1900年出選 就是一個保守黨成員 到差不多1904年 就投入了自由黨的陣營 我們有時候會想 用一些俗語來說 是反國仔 但政治上有些時候 亦都往往如此 可以是政見的問題 亦都是求個人出路 大家有時候都有這些位置要走一下 從政壇來說 這些就不是新鮮事 我們用歷史和哲學 為兩邊 有些政治家是傾向哲學的 我的感覺 有些政治家是傾向歷史的 哲學家那些 很多重視原則、觀念、概念 那些部分 比較多歷史的政治家 重視一些經驗、實在的權力的利害 或者一些實質的利益的利害 或者一個勢 對 勢靠甚麼 從當時來看 保守黨的勢 事實上已經轉弱 因為我們之前所說 出生多多少少 與地主階層有關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 地主階層的影響力固然減少 實質上相當多成員 都是家族延伸出來 所以路線上 有一些在那個時代 已經不再合時宜的政策 譬如說強調的 一些比較保護主義 都是在保守黨的陣型中 有影響力 但保護主義 可能是體現於甚麼呢? 可能是關稅、對外來競爭的限制等等 對於越來越開放的經濟 很難做得到 簡單說 殖民地夠多、夠大 我自己都找到食 我便可以高關稅 自己成為一個體系 但當你的世界 已經不再是你一個人作主 是一個複雜的國家之間的角力 你更多就需要更多的自由貿易 由此引申 大氣候轉變 在19世紀末或最後二、三十年 在英國興起了所謂新自由主義 當時是一個有代表性人物 很多時候大家提起時 都是提及他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 那個叫做Hobson 他寫的一本書叫做《帝國主義的研究》 當中正正指出了一個大的問題 大家經常以為帝國越大 一定是得利越大 但實際上數據顯示出 英國當時看 在帝國以外的貿易 比帝國以外的貿易少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用這麼多軍費、管理費、行政費 去管一個這麼大的帝國 但同時 原來貿易比帝國以外少 那你還說這種事? 還搞這種事? 你說Hobson那本書 我應該是小時候看過 如果不記錯 你就指證我 其中一句我看得最多 就是為擴張而擴張 當帝國擴張在一個地步時 你已經沒辦法不用再度增加新的殖民地和再擴張的方式 去維持你原本所有的帝國 所以當時他認為英國是面對困局 他能否縮減軍事規模 或者縮減殖民地規模 是不行的 因為一縮減 這樣整個帝國就會指數地下跌 就會倒塌 所以他們只能繼續擴張 當中他講過一件事 為何還要搞這麼多帝國擴張 就是有些擴張主義的寄生蟲 那些是號戰的分子 有些軍火貿易 甚至地方官僚 他們是要靠這個擴張才延伸勢力 因為沒動帝國 他們是不能賺錢 所以他們一定贊成這件事 他就稱他們為帝國的寄生蟲 那整個大的氣候 我當時開始講 延伸出來的理論是甚麼呢 其實不用擴張 要做的事 就是對內的資本和財富再分配 如果財富分配得好 整個國家的人口的財富平均是足夠的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就是靠內需市場 其實已經可以把過淨資金 過度生產的東西全部消費 就不用用一個貴的方法 去運到其他地方 打低其他地方 要人買你的東西 這個背後最大的想法 就是需要對內的通過 譬如說稅制、福利等等 將財富再分配 優格而不知為何 又是食正的朝代 處於一個需要改革的風浪戰 如果大家對英國的舊世界 有些稍稍認識 例如你看迪庚斯的小說 中中的成分 英國當時可以用烏煙醬來形容 因為工業很強大 整天都是黑煙 有銅工的問題 對於礦工工廠的人 是相當黑薄的 很多時候都會說 有一大群的窮苦民眾在下面 然後就有一個 比較強的貧富元素狀態 如果你說要增加內需 令到可以在內部 有一個平均再分配 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應該做 和正在要做 這也是我們剛才說 工黨會急劇上升 或者升起的原因 如果你看歐洲大陸 有些國家已經比英國走得更早 居然是他最大的對頭人 當時是德國 反而是行得先 德國也是兩方面去看 一方面是他們代表工人的政黨 當時叫德國社會民主黨 今日仍是一個大的黨派 仍是經常有執政機會 衍生出來的就是舊的共產黨 他們的祖師爺是恩格斯 大概在1872年開始 他們已經走一個 議會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開始參與選舉 希望在體制裏 改變工人的處境 開始做得不錯 贏到選票 另一方面 當時的鐵血手上 卑斯麥見到勢息不對 有甚麼辦法 可以贏到工人的選票回來 另一方面 可以挾止社會主義的發展 一方面就要打 另一方面就要掌 打 就是對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壓制 另一方面就通過各種福利 去贏取工人的歡心 將選票投向他們 已經做了一大堆工作 都是成功的 行得比英國更早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戰前的勢力大幅 德國和英國在工業上 都是比較強大 比較領先的地方 當時的俄國 可以說是半工業化國家 其實農民還是為主 按事實來看 法國兩次大戰的表現 非常一般 不太理想 所以當時的英國和德國 歐洲算是最強的兩國 除了在裡面面對共同問題之外 其實在一戰前 已經有一些暗鬥在當中 可以看到 我們香港人很容易說 搞福利就叫福利主義 撈亂去說 其實真正福利國家 北歐那些比較明顯 其實一般西歐國家 中歐國家都不會叫它福利國家 只不過我們是一聞福利而識辨 其實當時一直發展出來 直至今日 德國的福利制度 都很大程度上是用者自負 例如醫療、老年、商產等等 很多類型的福利 都是通過社會保障形式 就是參與者或將來的用家 都要投資 當然政府和資方都要 不是單方面給你 所以做法成本不是最高的 只不過從工人角度去看 相當大的部分的優勢 都會放在將來的投資上 這是很好的先例 亦變成了英國開始要做 所以面對著有國家做得比你好 另一方面 國內工黨的力量也很膨脹 所以在世紀之交時 英國在很多方面 例如在公共衛生、教育、工人的待遇上 都已經做了很多功夫 亦是一條一條的法例 已經出來加強了國家對於貧富大眾 或一般市民的保障 時代慢慢向前 優格爾在1908年結婚 開始步入他第一個從政高峰 為甚麼呢? 因為在1910年 優格爾不僅在選舉中有做議員 亦被吸納成為內閣內政大臣 第一次成為內閣內政級官員 當時他只是35歲 即是想都想不到 35歲內政大臣已經是內閣的國員 我們可以說內政大臣 在內閣裏面也是極高的位置 負責內政部門的大臣 在他受到內政大臣之內 其實他都做了不少事 我們說他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 他真的做了不少 例如給一個例子 他去了很多次的監獄探訪 他去了監獄探訪後 主動跟囚犯聊天 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 記得上幾週 我們說他有波爾人被捉過 所以他可能知道 原來這些囚犯的地方 可能不太理想 有些事情改善了 另外 大家都知道當時工人的力量很強大 在南威爾斯發生了一次很大的抗工工潮 後來每一次的選舉 尤其也都被人說 他是拿軍隊的鎮壓抗工 即是說他是暴力對待抗工 但其實不是這樣 在他做內政大臣時 伊茲南威爾斯的抗工工潮 尤其也有派到軍隊 但派軍隊後就站在後面 而真正去驅散示威者的 其實就是警察 而警察當時並沒有握任何棍 但因為有軍隊做後盾 示威者就驅散了 所以簡單說 他用了一些威懾 而令事情和平解決 但這個污名 伴隨著他幾十年的選舉 一直都被人說 不過當然有人從另一個角度去批評他 就是有些時候他做事的姿態太高 沒錯 對著抗工的罷工 人數非常多 他很喜歡幾百人示威 派成千警察 因為他收到震懾的效果 亦都要顯示 我們之前所說的 他一手軟一手硬 固然進行改革 但亦都要顯示 不視弱於反對的力量 很多時候就用這種方法去做 有時過了火位 便容易引起別人的標籤 所以他就是具爭議性的風雲人物 我們說到他大概是從政之初 但一個更大的挑戰很快就來到 我們說到1910年 很快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來到 真真正正是他一個大的挑戰 亦都是他經歷了頗大喜樂的時期 不過你過來 要留下一次再說 好 再見 拜拜 好 再見 好 再見 好 再見